Hello 大家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夜晚了 當然要下妝給皮膚休息一下 準備好了嗎? 1 2 3 好了 我們可以開始了 步驟1就是卸妝 我拿了這個卸妝油去卸妝 我覺得它比較清爽 雖然它是cleansing oil 但我覺得它不是很高油性 所以尤其是碰水後 它就會水溶成 立即溶掉了 所以用它來取妝 我覺得面部比較乾淨 至於射眼方面 我會建議用無名指 輕輕地碰住它 但其實你碰住它 你不會動手 是動你的頭 這個力度不會令你的眼皮鬆 但也可以徹底幫你清掉你的Mascara 看起來好像很乾淨 但其實未必乾淨了 所以我自己會有第二次的洗臉步驟 但這次是用cleansing form 加上洗臉耳 這個就是New Skin H-Lock Lumi Spa 這個很好好 你看看它可以按 有這個轉動 轉動可以幫你血液循環 除此之外也可以帶走你深層的髒物 首先要噴濕你的臉 或者你自己做十塊臉也可以 然後我開它 洗完乾淨的臉 就要做深層清潔 在這個時候 這個Mask是有這個Exfolion 幫你去過側層之外 也可以深層清潔 塗勻之後 就可以敷5-8分鐘 洗完乾淨的臉 當然很清爽 但也開始有點漫漫的 即是說 現在要給臉喝水了 我用開這個韓國牌子 這條LINE 大約是給三十多歲以上的人 去用 我自己也是在三十歲的時候 開始用到現在 我會用它來給我的皮膚喝水 接下來的步驟 就是我挺喜歡的 因為我很喜歡刮沙的 在這個時候 就會幫一個面部刮沙 我需要一些油 和刮沙棒 面部刮沙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可以令肌膚 促進血液循環之外 也可以調整一些血管 讓它有些位置 其實不會塞 其實用什麼油都可以 我就是用一個 Extra Virgin Oil 真的很漂亮 去用它 如果不是 有些是Jojo Bar Oil 或者Coconut Oil 也可以 這個通常 就是一個小的糊 然後這個上面 比較凹 你就可以用來 輕輕地掛下你的眼部 還有這個拳骨的位置 可以提升的效果 同時令你眼睛 不太浮腫 這個位置 你看到這裏有兩個凸 一個凹位是放什麼呢? 放在這個膝位和下巴的 刮完沙子的時候 你把靜兒的油粉握走 這些是天然的油 所以對眼膚也很好 我需要一些美白的產品 然後刮一下 然後刮一下在雀斑的位置 再不然 你點一下 重點點一下 有些暗瘡印 可以點一下 眼部保護你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的眼霜 好 點一點 然後 然後 很輕輕地放在眼上 好了 最後到尾聲了 我會用霧的晚霜 我覺得它薄薄的 適合夏天用的 加上清香的人心味 感覺好像很好 冬天的時候 我會加上晚霜 因為它很厚 塗了之後 感覺好像是 加了面膜 蓋著它 鎖著所有的水分和營養 在裡面慢慢等肌膚吸收 好了 這個晚間的護理步驟 已經完成了 是時候 去睡覺了 是時候讓皮膚慢慢地休息 晚安 睡覺了